好,接下来我们要给各位看的是视角这个观念 那什么叫做视角 在Blender里面你可以转动,对不对 那个就是一个视角 但是你常常在做模型的时候 你在做模型的时候往往会会用很多个视角 而且有时候你想要同时看到 那这时候怎么办 我们先来告诉各位视角怎么切换 在下面有一个view 这个view就是视角的意思 就是视界 那就是眼睛看到的部分 那上面有camera 这个是相机视角 top是顶视角 从上面看下来 button从下面看上去 front从前面看过去 back从后面看过来 然后right从右边看过来 left从左边看过来 大概这些就够了 另外还有一个viewperspective 和osgonal 那这代表说 像你现在看到的 这是perspective 那如果你想看osgonal 就是垂直的 也就是说它不会这么有立体感 是平面的那种东西 看起来比较平的那种东西 那个叫osgonal 那你可以看到有这些视角 好 接下来你 为了我们要展现视角一个立方体 什么视角看过去几乎都一样 所以展现不出来那个视角的感觉 所以我们要新增一个比较立体的东西 那猴子头比较立体一点 那前后左右上下都不太一样 ok 所以我们新增一个猴子头进去 然后呢 猴子头新增完毕之后 你就让它在原位就可以了 就是你游标的位置 但是一定要在照相机里面 照相机外面看不到的话就不好 那这时候呢 你就可以观察四种视角 怎么观察呢 你要先切在 切view里面有一个叫Targo Quad View Targo Quad View 代表说一次显示四种视角 哪种四种哪四种视角 一个是顶视角 一个是正视角 一个是右视角 再另外一个是相机视角 你如果操作像Maya和3D Max这样的软体 它预设就是四个画面的 但是Blender预设是一个画面 ok 那所以呢 各位现在要练习的是视角 然后去修改各种视角去看 那接下来要切四个视角的画面 那我操作一下给各位看 所以请各位看到前面 好 现在我已经放了一堆东西了 那我就不再新增了 那各位自己像刚刚一样新增就可以了 那我如果选择视角的时候 现在这个 现在这个是使用者视角 所以它是跟着我的操作跑的 但是呢 我现在不想看使用者视角 我想看顶视角 有没有 这是从上面看下来的结果 那我如果看下视角 是从下面看上去的结果 那再来前视角 从前面看过去 后视角从后面看过来 右视角从右边看过来 左视角从左边看过来 ok 那这些视角呢 其实都对应到数字键 数字键里面的 你的那个数字键盘 1 2 3 4 5 6 7 8 9 其实都对应到视角 你可以稍微按一下 那你就知道说哪一个是哪个视角 这个以后如果你操作快的话 这就很重要 不然的话 你常常要去切那个功能表 其实是浪费时间 那Blender里面有很多快捷键 快捷键 那这些快捷键呢 最后你会发现 你很多都要记住 不然的话你的操作就会很慢 ok 所以这个数字键盘 对应到每一个视角 好 那接下来呢 有这个 其实他这边都写了 你如果忘记的话没关系 你看0就对应到相机视角 7就对应到顶视角 Ctrl 7的话呢 就对应到下视角 那1就对应到正视角 前视角 那Ctrl 1就对应到后视角 他都是用Ctrl 来做对边的 那3是右视角 Ctrl 3就是左视角 ok 那但是我们现在要看的是 4个同时看到的 4个视角同时看到的 我选这个ToggleQuest View 再选一次 就会回来 那如果你 啊 记忆力很好的话 Ctrl AQ 记住 然后呢 就按 Ctrl AQ 不对 是Ctrl L TQ 好全 Ctrl L T Q 就 就从这个 一直切换 那 当你操作的很快的时候 这些会加速你的建模过程 好 好 那在每一个里面 你还可以做滚动啊 之类的 都还可以做 ok 这个也是 这个 这个就不能了 因为 因为这个是固定的视角 但是这一个可以 这个可以操控 好 那 这些呢 就是固定的视角 好 那 之后我们还会告诉各位哦 因为这样子固定的时候 看起来是很方便 有时候你要写特殊需求的时候 你可以自己切视窗 你可以切 把视窗切成四块八块 不一定三块啊 两块都可以 你可以自己切 那 这是一个快速的方式 他帮你切好 但是实际上他不是切割视窗 他是同一个 视窗里面放四个东西 所以有点不一样 ok 好 所以请各位练习 一下视角的观念 好